欢迎回来国际消息 先带您来关心 泰国政局又有最新的进展 在大选当中赢得第二多议席的魏泰党 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已经获得了包括两个亲军方政党在内的 11个政党支持以筹组新政府 那党主席春纳兰就表示说 魏泰党有信心所推举的候选人 也就是地产大亨斯雷塔 能够在明天的首相投选环节当中 跨过上下两院375票的任向门槛 春纳兰透露 魏泰党一旦成功执政 他们将兑现包括打击贪腐 提升最低薪金和数码化人民援助金 在内的多项承诺 不过他也强调 君主制度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反之他们将草拟新的宪法 以助消除政治分歧 现年60岁的地产大亨斯雷塔 目前拥有314张选票 距离任向门槛的375张 还差了61张 每日再放串一下 一个卡务 希望澄 convey 人是非语言不知能在 优优一条 汇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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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ação 所以